在眾人的掌聲中 來自包括美國、加拿大等50多國的嘉莉 依序進場 而這些各國美女 是即將在台中市登場的 2014世界美顏小姐全球總決賽 來一較高下 趁著空檔 大家來到台中清新溫泉飯店 觀賞古董級的宮廷器具 了解華夏文化 因為我們民間有很豐富的收藏 都是很精緻的宮廷器 我們會透過這樣的展覽 把它推廣到國際 讓大家知道這樣的收藏是很有價值的 而且我們也預計在美國上市這樣子 自傳單位表示 為了保存華像物 多年來除了收藏多件 像是唐森彩跟青瓷器等大量的宮廷器具 也計畫在北中南要舉辦巡迴展覽 因此藉著各國嘉莉來台的機會 向大家介紹中華文化 而光彩奪目的宮廷器具 也讓嘉莉們是大開眼界震撼不已 很高興來到這次的華夏文物 對 那我剛剛在一開始進去的時候 拿了一個彈槽的古董 那這次是很棒的經驗 因為之前也有看過就是文物展 但沒有這麼近距離 甚至是拿著它 所以很特別 兩岸來說的話 其實古物是一種比較新的流行式的趨勢 但會增加就是每個對旅遊的人會有一點 就是吸引的部分 難得各國美女起居一堂 民眾也把握機會紛紛拿起相機合影留念 2014世界美營小姐的冠軍 掌落水家15號就會揭曉 久來秋風台中才放不到 2014年 2014年 兩岸 兩岸 一岸